Hello 大家好 這條片就是2021年的第一條片 希望大家今年繼續多多支持我們這個頻道 上一條片脫歐系列的第一集 就講了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 即是歐盟的前身的歷史 和他們的心態是怎樣的 如果大家未看都可以去上一條片看 連結放在這裡 第二條片就是講英國加入了歐洲共同體之後 究竟和歐盟有什麼爭拗 究竟為什麼最後會搞到脫歐這件事發生 爭拗點其實最主要在哪裡 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1973年到2016年脫歐公投之前的發生什麼事 給大家認知多一點 那我們去片吧 好了 首先在講英國在1973年加入歐盟之後的事之前 首先要補充一些東西 上一次我就說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蘇伊士運河危機 在1956年發生的 蘇伊士運河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在埃及的一條運河 它是可以給全球一些很大的商船 貨櫃船 去由地中海、歐洲 運貨去到世界各地的 減輕了它們的航程 因為蘇伊士運河未有之前 那些船全部都要經過整個非洲沿岸的地區 去南非好望國再上 才可以去到中東以至到亞洲各地 但是有這條蘇伊士運河之後 就方便了很多 但是在1956年發生了一件事 事緣就是以前蘇伊士運河 因為蘇伊士運河起好的時候 它那個所在地埃及 還是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英國和法國 它們這兩個國家 就共同擁有這條蘇伊士運河 因為這個是戰略的重要地方 所以英國當然想戰後 還保持著這個地方 但是去到1952年 埃及就由 因為政變 就由西方世界的陣營 就轉移了去阿拉伯世界的陣營 所以他們和西方國家 和隔離以色列這個新的國家 當時都有一個很大的衝突 去到1956年 當時埃及政府 就決定了要接管 在他們自己境內的蘇伊士運河 導致英法兩國非常之不滿 當時1956年的時候 幾乎是打仗 他們意圖想用軍事的行動 來接管這條運河 但是當時 當時世界的盟主 就是美國和蘇聯 兩國干預這件事 就叫英法兩國 你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這是一個侵略的行為 所以當時 英法兩國就被迫簽了這個停火協議 就令到他們撤出了這條蘇伊士運河 就給了埃及控制 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英國當時不可以外交上完全依賴美國的原因 因為這件事就體現到美國不一定會幫你 所以英國當時和法國都是這樣想 就是要向歐洲那方面靠攏一些 令到英國間接加入了歐盟的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 還有其實在1945年 這個英國二戰結束之後 其實當時英國的人均GDP 都還是比歐洲高一大部分 但是去到50年代 就是歐洲共同體開始形成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改變這個現象 去到60年代 甚至乎當時西德一個很厲害的國家 甚至乎超越了英國 所以就令到英國覺得歐盟是不是有很大的好處呢 如果加入了的話 就令到經濟可以再一次去增長 因為60年代他們經濟真的停滯不前 所以他們就決定了要加入這個歐洲共同體 英國就在1973年1月1日就正式加入了歐洲共同體 但是當然就不是一番封信 如果不是就不用搞到今天要脫歐了 其實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呢 在1975年其實已經 剛剛加入了兩年多 就已經搞了一次脫歐公投了 當時為什麼會發生的呢 就是1973年當時英國決定加入這個歐洲共同體的時候 其實就是保守黨政府 但是去到74年10月一次大選 就已經變成了工黨的政府 當時工黨的競選承諾就是 因為其實工黨的立場當時是比較容易歐的 所以工黨當時競選的承諾就是 我要跟歐洲重新去談判過 就用這個公投作為一個民意的基礎 去再跟歐洲談判 所以1975年6月就發生了第一次英國的公投 其實第一次歷史上 就問這個英國人究竟我們是不是還要留在這個共同市場裡面呢 那當時的結果就是三分二人就決定要繼續留在歐洲共同體的 所以就留在歐洲共同體了 但是呢 當時也搞到英國工黨 尤其是就是比較分裂一些 就好像2016年公投搞到這個保守黨分裂一樣 其實都是同一個問題來的 那所以就 1975年呢 其實就已經搞過一次這個公投了 那 英國加入了歐盟之後 跟歐盟爭得最厲害的話題呢 就是關於預算的問題 那每一年呢 這些歐洲共同體或者只有歐盟的國家呢 都會聚在一起去談 接下來這一年的預算是多少的 那而預算呢 就不是每一個國家都給同一個錢出來的 那比例不是一樣的 那比例怎麼算出來的呢 其實就是有三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第一個呢 就是國民的總收入 那國民總收入就是 你在全球各地的國民究竟賺了多少錢回來呢 那你賺了越多錢 那你賺出來的錢的比例就越高了 那都很正常啊 那沒有太大問題 那但是第二第三個元素呢 就比較大爭議一些了 第二個呢 就是關於關稅 就是如果你 因為他們是一個關稅同盟來的嘛 那如果呢 你在非歐盟國家去引入一些的貨品 入口貨品進來這個國家的話呢 那你就會收關稅 那但是呢 你收關稅都要給一部分呢 是給歐盟的 就做歐盟預算的 那那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呢 英國是一個比較多人口外地貨品的一個國家來的 那因為呢 英國有很多跟其他國家都有很重要的夥伴關係 那也都有很多英聯邦國家都會引入一些貨品來到英國的嘛 那這個呢 就令到英國給其他歐洲國家 加入了歐盟的國家呢 是要給多一些的關稅給歐盟的原因 那第三個呢 就是VAT 即是消費稅Value Added Tax 那歐盟呢 很多國家都會收這個消費稅的 那英國呢 就是20% 那其他歐洲國家就十幾至二十幾都有 那所以呢 他們就會按回比例呢 就是按著究竟你這個國家的人消費得幾越多 那他的消費稅收得越多 那你打在歐盟預算這個比例就會越多 那有一個問題呢 那就是因為英國人呢 平均呢 是比其他歐洲人的消費呢 是比較多一些的 那所以呢 他那個消費稅會多一些啦 收入多一些啦 那然後呢 所以英國政府要給歐盟預算的VAT 那個contribution呢 是比較高的 比其他國家 那這個也是其中一個爭議的原因 那 overall 英國的 在歐盟預算的支出呢 其實相對來說比其他國家比例是比較高一些的 那就是英國出多些錢 比其他國家 那但是呢 他在歐盟 那些補貼呢 拿回來的收入 尤其是是農業的補貼呢 是比較低一些的 比其他國家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那因為呢 英國呢 其實 雖然英國的農地都幾多 那但是呢 就不夠這個歐洲大陸多的 那那個農業呢 相對那個規模呢 就比歐洲大陸的少一些的 那但是呢 因為 歐盟其實很重視這些的農業的發展 那然後他就放了很多錢下去 給補貼這些農民的 那就令到呢 英國收回來的農業補貼呢 就比其他歐洲國家少 那就令到你試想一下 如果我給關稅那部分 我要給多多個其他國家 那但是呢 我在農業補貼上 就收錢少過其他國家 那就好像很不公平 對不對 那英國跟 某一些歐洲國家 例如德國、法國的經濟實力都差不多 那但是呢 他要給歐盟預算的錢呢 就比那些國家多 那就令到英國很不高興 那去到1984年 就是中聯合聲明簽那年呢 就是戴卓爾夫人的政府 那當時呢 就跟歐盟就談了 就說 我答應你 就是歐盟答應呢 就每一年呢 就會給回那個差額 就是我給 英國給多了的錢呢 就會補貼回三分二給你 OK 每一年就給回三分二你 你就是給回其他那三分一就可以了 那就令到呢 英國的開支相對就沒有那麼大 那當然 那要那些回贈的錢 就其他歐洲國家去按比例分擔回去 那就令到呢 就是英國就不是最大的支出 不是最大比例的那個 在歐洲大陸裏面 那就好些 相對來說會比較公平一點點 那但是 其實英國人都始終是不太高興 就是我要給錢給歐洲大陸的國家 尤其是 2011年呢 他們改了那個計算的方法 其實本來他們想著把整個歐 就是給英國的補貼 就直接剷掉了 那但是呢 英國很不滿 那然後呢 他們就改了一個計算的方法 那如果 因為歐盟的預算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 給一些發展得沒有那麼好的歐盟國家 去給一些津貼他們發展的 那但是呢 因為2014年打後 就進了很多東歐的國家 那那些其實相對 那些西歐國家來說 當然是來發展得很好 那所以呢 就歐盟的預算 就給了一些錢 就給了很多給東歐國家的 那 英國 作為一個 就是 區內算是發展得挺好的一個國家 就 歐盟就決定 就 那些發展的補貼 給那些 04年打後 進來的那些東歐國家 就不計算進去 英國的補貼部分裡面 那就變成了 英國又要給多一部分的錢 給這些國家 那這樣 就令到 那個爭拗就 越來越大了 那他們呢 就決定 就有一場政治的豪渡 就是呢 如果他們 搞一場脫歐公投 而成功令到人家 就是英國人 去贊成留歐的話 就可以團結到整個保守黨 就可以團結到整個保守黨 可以團結到整個保守黨